接下来我们就说说精细的事 好不好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这些作品 这个就是很多 就是第一次见这个作品的时候 都以为是怎么画上去的 把蛋壳上的颜色给抹了 因为这个蛋壳大家都知道 做菜的时候嘛 它里面是白的 外面是这个橙色的 我用的就是它这种过度 一种色差 然后呢就拿着这个 刻刀一点点的刮下来 然后打到这种 类似于素描这种影雕的这种效果 这是这一类的 这个用时可能是最少的吧 其实这是最长的 这种穿刀的是最长的这种 你都是用的完全手工的是吗 是这个影雕是这种的 你有没有算过 你最复杂的一个作品 要下多少刀 大概是这个作品 大概有二十万刀 二十万刀 二十万刀 对 要多久时间啊 这是用了大概是四十多天 你做了这个十五年了是吧 它对你的视力有影响吗 我觉得这么精细的 其实是非常有影响 你的视力有下降是吗 对 有的有的 就是现在为止就是 你像这是影雕类的 我现在极限时间 就是每天是一个半小时 超过一个半小时 我的肌柱还有这个 这个眼睛还有那个手 就 而且你头发也受影响 就要缓解一下是吧 那您那个四十天是 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去做这个蛋 每天晚上大概是四到五个小时 这么欧心力血的作品 你把它雕出来只是用来欣赏吗 目前是 是的 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的家里 都不销售的 目前的时候没有 想卖吗 这个四十天二十万刀的作品 这个还是不想卖的 这真的是千刀万刀 真的是 我的这些作品 基本上都是孤品 只有一个 还有吗 除了刚才这个二十万刀的作品 这次说说吧 这个呢就是 我是把这个蛋壳掉 外面这是用了一个耳瞄蛋 澳大利亚的国鸟耳瞄蛋 它呢跟现在有一些 这个模型的创作结合起来了 外面一个三联梦想屋 这个作品名字叫 然后外面是一个 黑森林一个树木的 这个这种三联效果 然后里面呢是一个屋子 当时就想到是 创作一个非常这个 切剑大自然的这么一个作品 这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这个好漂亮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世界和平 然后它的一圈是用 这个鹅蛋壳雕刻出来的 和平鸽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上面呢是一个 是一个地球仪 雕的 这个线条最细可以达到 有0.2到0.3毫米 非常细的 你说你做这么些东西 花这么多时间 你也不产生经济效益 那你做这个东西 纯粹是就是喜欢 自个儿喜欢就行 对 我现在目前来说 这些东西都没有 对外的这种 这种 也不想卖 对 也舍不得卖 其实我是有一个梦想 我是想的是 于天能够建立一个 蛋壳艺术博物馆 然后呢 把我的作品 都能够留下来 能够放在那个地方 来展示 虽然现在看来 就是太遥远 但是我是冲着 这个目标来做 所以这个作品 我不需要把它 给销售出去 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 如果有人真要 就要买 如果是特别喜欢的话 如果是这个作品 我感觉有意义 或者是人家 这个喜欢的这人 特别喜欢 真正出于 对他的喜欢 这样我又不喜欢 假如说很多人 就喜欢那个 《世界和平》 真喜欢 多少钱卖 这个的话 还是不卖了 哪个你愿意卖 这个的话 我是想的是 今天是 正好是 那个《达芬奇》 这个周年 单程五百周年 对 所以我是想的是 把这个作品 《达芬奇》 是他的《孟纳丽莎》 《孟纳丽莎》 《孟纳丽莎》 对 看一下 这是我期间为止 最满意的作品之一 为什么它是最满意的呢 因为这个作品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创作这个作品 大概是用了 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到两个月 但是我从想 课这个作品 到最终付诸实践 用了我十年的时间 因为大概是 07 08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 当时这个梦想 我就是说 因为自己也非常 喜欢这幅画 我把它给创作起来 但是一直就是 不敢下手 那个技术上也达不到 然后经过这些年 就是一直终于 在大概是17年的时候 但是我下定了这个决心 我说现在我可以 去把这个作品 给创作起来了 所以我是想的是 如果是有人 非常感兴趣这个作品的 我可以就是说 把它捐赠出去 然后是以这种 类似拍卖的形式 然后把那个钱 能够全部捐出去 我想把它捐赠给一个 关于儿童自闭症的 这么一个技术 自己也是对这个机构 非常充满敬意 我自己我也不想 最有意义 对 那今天咱们就拍了呗 好吧 咱今天就拍了呗 这个价格我可不敢定 这人家十年 你开个价呗 起拍价多少 然后这样 我是 要不我写一个 我心里的 大概的这个价位 然后呢 就是起拍价有年或者是来定 那您就不用写了 您跟我耳语说就行 我知道了 好 那起拍价咱就从2000起 OK 好 3000 3000一次 5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这一万了 他已经一万了 谁一万 哪个 一万 还有吗 一万一 一万二 一万二一四 一万五 一万五一次 一万五两次 一万六 一万六一次 一万六两次 一万六三次 大家知道 他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吗 一万吧 一万 来 又请 这我 文贵 好样的 今天的投资人 都收获满满的 表现非常好 我觉得你应该 先拥抱一下措施 你拍一下这个作品 的动机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是 他的这种精神 这个精神非常打动我 做这件事情需要 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坚持 我觉得这种坚持 对艺术的追求 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们本身的内容 是做天使投资 什么叫天使投资 就是在一件事情 从零开始 走向一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必须拿下这个带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刚才 死结白了地 把它吹出来 我好歹得买一个 要不然浪费 我吹那么长时间 对不对 但是希望这 虽然说 一万六千块钱 为那些小星星们 未必能做很多事情 但这恰恰是 作者的心血 和我们所有人的爱心 这个现场 他要捐赠的 那个自闭症的儿童的 那个机构的代表 有请 有请 来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 从事自闭症教育 23年 从93年到现在 我们服务了 一万多个自闭症儿童 和他们的家庭 我们主要为 自闭症儿童的家长 提供教育培训服务 教会家长 怎么去教 这些孤独症的孩子 自闭症的孩子 这要解释一下 孤独症也叫自闭症 有点极端 我们知道 孤独症 它是这种障碍 是终身的 因为它是 发育障碍的一种 就是说 没有药可治 所以我们找到一种方式 我们要教会 他的家长 来去教授他 虽然是 没办法痊愈 没办法去 把他治好 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他是可以 从不能生活自理 到能够生活自理 他不能和别人 去沟通交流 能够用正确的方式 和别人去沟通交流 我们希望 让大家能够 更多的去关注到 孤独症人 及他们的家庭 感谢像 毕凯站的艺术家 感谢菲尼莫属 对孤独症群体的 关注和支持 好 谢谢